所以索菲娅 妳索菲娅她的時候 她本來也是一隻浪浪對不對 她剛到妳家的時候 應該非常膽小 妳看妳媽媽做哪些努力 讓她變成現在比較開朗 我覺得要一直跟她講話 然後就一直就是摸她 然後要一直跟她說 大家都愛妳 這裡是妳的家 公愛妳 阿嬤愛妳 舅舅愛妳 怎麼沒聽到那樣成交 我爸都說 我以前我爸都說要放在錄音帶 因為就是吃飯之前要整個念完 然後幫她頭部按摩 她才會吃飯 是 所以是花很多時間去陪伴她 慢慢跟她講是不是 我先來問一下那個熊爸 那個小孩子是不是需要社會化 狗狗也需要社會化是不是 我們怎樣培養牠 其實狗跟貓都是有所謂的 社會化黃金時期 狗大概是四個月以下 貓更短就是三個月以下 其實這個有研究指出 這個狗比如說三四個月之前 有讓超過一百個人以上的人抱過 牠攻擊的機會會降到非常低 所以我們養小狗的時候要帶出去外面讓大家抱對不對 對 每天都要去跟不同的人事物接觸 所谓的社会化 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 我们大家讲什么话 见过的世面越多的 狗狗的状态 猫状态就越好 所以很多猫没有办法带出门 就是因为这个 从小社会化是不够的 但是像一个业务 带回来的时候 有可能都已经超过这个年纪 那这种怎么办呢 那像这样 已经超过四个月以上的 这些狗 猫 它的社会化可能就是 要做一辈子的 那真的讲 所谓的社会化训练 它是必须要跟 有良好的事情做连结 举例的 不是说 他今天看到车会炮 就每天带他去看车 他有可能习惯害怕 永远都害怕 但是如果今天看到车 会有好事情发生 那他才可能慢慢的 会觉得车子是好的 所以要好的事情连结 但是这边会有一个状况 问题就是 那我怎么样带他 去做这样练习 因为当他在很紧张 压力很大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做 训练 所以我们大概分了几个等级 第一个 从紧张害怕到恐惧 它是有差别的 第一个他会开始 注意什么声音 你会看到他开始对于环境 有一些动作 就是紧张 对 左顾右盼 在这里看 但一升级的时候 其实刚刚耶路是有的 第二等级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不动了 他就开始很紧张 然后很专注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大概是第二等级 但是在没有做其他多余的动作 就是在不动之前的 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他这个紧张的程度 可以让他 也许慢慢的多接触 他就会慢慢的 就多让他遇到几次 对 像这样的程度 是可以一般大家 可以自己去练习的 但当他你发现 他开始会移动 开始动了 就是第三等级 因为他要逃跑 这是本能 本能告诉他要远离危险 所以他开始移动的时候 你还要硬拉在那边 学或看接触 对 他只会越来越早 最后一等级 就是像风吊一样 歇斯底里一样 他完全就是 有洞就钻洞 有墙壁 窗户就撞窗户 失控的状态 对 我教过那种 直接从四楼 撞破玻璃 直接飞下来 对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就听到打雷的声音 在家里乱窜 看到这个窗户 就直接撞飞下去 所以他有这种 恐惧不同的等级 但像猫 最高等级他是不动 最害怕的时候 他是不动 所以是有一些些不一样 所以说看着他 如果是警戒的话 你就让他多接触 对 他只是在看 可是如果他已经到了 要逃跑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让他说话 我们就很紧张 慢慢乖 我们就走 表示我们给他提供 学习的环境太过困难 可能离这个刺激太近 如果刺激太大 那我们可能就要再远一点 慢慢来 对 慢慢的 那一看他的状况 他还可以动 只是观察 那我们就可以鼓励他 跟他说乖 吃吃东西 这样会有帮助 那你发现他已经 要走了 对 你还硬留在那边 只会状况越来越长 所以猫狗的生活 还是要徐序渐进 还是需要耐心 我们刚刚讲这个 萌宠收集 我们介绍了鸭子 还有五毛天竹 看起来都非常的萌 但接下来这个动物 不一样的萌法 建宏哥 这个叫做硫磺巨蟹 硫磺巨 可以当宠物 对 它到底多长 它这个 其实它可以长到2米5 2米5 这一只现在是2米2 就是还可以再大 比瑶米还要高 对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所谓的 大型的这种巨蟹 最大的我们知道就是 科莫德恐龙 科莫多 科莫德 然后第二个 就是这个二哥硫磺巨蟹 第三就是别种 像什么尼罗河西 这看起来这么可怕 可以来当宠物 对 这个不要小看 这个所谓的两栖爬虫 现在有非常多人 为什么喜欢这种动物 来当萌虫 为什么 它有几个优点 没有叫声 不会吵 对 安静 对 在都会的时候 不会吵到邻居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 它不用每天养它 什么意思 就是它不用每天喂它 一个礼拜喂一次就可以 这么耐饿 对 然后再来第三个 没有 它大便 当然每个大便都会有味道 它本身体臭并不重 所以大便排泄物 没有什么味道 还有一个最重要优点 带出去的时候 它的吸睛度是最高的 真的 这个是重点 对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养它人特别多 如果今天我有机会 要饲养到这种大型的巨蟹的时候 我要有怎么样的准备 第一个环境 因为所谓的巨蟹 它是它爱游泳 所以你要有办法 常常带它去游泳 家里要游泳 至少要500坪的 对 别墅 开玩笑 好 再来第二个就是社会化 真的也要社会化 因为这种大型巨蟹 它其实在有些国家 它就是野生动物 它有可能会去攻击 当地的一些像大老鼠 兔子等等这些 都它们的食物 对 像这种动物 它们早期在进来 台湾现在已经不准进口 台湾现在已经有所谓的台产化 台产大家养它 还是要有证书 要有来源证明 那养它如果说 你没有把它进行 所谓的社会化的话 它就很容易野性 野性一爆发的时候 就容易尾巴扫你 然后嘴巴咬你 自己倒霉就算了 可能还会旁边的 那它的社会化要怎么做 它的社会化 一樣 常常就去给人家报 给人家报 常常去看一些人生 谁敢报 谁敢报 可以 那这样报起来的时候 就像报一个 因为它有二十几公斤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 抱着小孩子 第三点要注意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他自己邻居的反应 因为有些人就是怕他 你不要故意罢他 你看一下 下邻居 下邻居 这样就不太好了 所以只要兼顾以上几个优点的话 我相信你可以把它叫得很好 所以真的要养这个 还是要有一点心理的准备 但是青菜 萝卜各有所好 就看你喜欢什么 今天主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真的养了猫跟犬 要对它的承诺就是一辈子 千万不要随便遗弃它 如果你希望你的猫狗 可以陪你很久很久 你就随时都要注意它的身体健康 因为猫狗的老二素素 是比我们快很多的 希望大家的猫狗 都很平坦健康 我们健康影片下期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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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 订阅 加上开启小铃铛 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 呢